第1217集 这个项目上 韩家用的手段 确实被掠了点 他们故意制造意外 导致工人死亡 这件事情上 我们牧师也有责任 顾总现在正在工地上 处理这件事 市长晚些时候 也会亲自过去查看 工程已经停工了 乔氏和牧师合作的项目 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牧师的声誉 恐怕也会有所影响 韩耀天这一招一箭爽雕 连带着把牧师也拖下水了 芸汐听完奇缘的报告 已经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脸色顿时一片冷静 韩耀天这是 打算报我的一箭之仇吧 挑了乔欣丽的项目下手 哼 还真会选对手啊 韩耀天的反击如此之快 倒是超出了她的预料了 不过 她想要报一箭之仇 她同样也能够借力打力 就让乔家替她 跟韩耀天斗个你死我活好了 琴哼了声 芸汐里眉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转头对其原道 工地的事情 让白凡处理好 不要围挤到牧师的声誉 尽量减轻影响 你让情报部门 把韩耀天在背后做的事 搜集清楚 到时候 一并给乔家送过去 好 我知道了 对于芸汐的处理手段 奇缘已经不需要 过问自家少帅的意思了 她很清楚 她的意思 就是少帅的意思 韩耀天动了乔欣立的项目 很快会想办法 把乔欣敏抢走的项目 抢回来 就算抢不回来 她也会趁机搅黄了 以乔欣敏的激情 应该能猜到 她现在的处境 如果不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就等着遭殃了 让人盯紧着点 有消息通知我 好 我会让人随时关注 韩万林和乔欣敏的动静 另外 韩氏那边 你把最近收集的韩中藤父子 收买高官的资料爆出去 做成是 乔家这边戳的手 给他们再添一把火 乔家乱成一国粥 韩家也不能太得意 太占风头不是 奇缘想起自己手里的那些资料 忍不住笑来笑 哼 好主意 这狗咬狗咬得太凶了 恐怕 还会有人趁机出手踩一脚 毕竟现在的局势里 另外的三大豪们 可都没有一点动静呢 不管谁要踩一脚 我们呢 坐上观虎斗就好 其他的不用管 奇缘一走 沐飞迟就过来 替他解开身上的安全绳索 半笑着问 他们狗咬狗 你确定不缠一脚 芸汐摇摇头 嗯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他们咬得最凶的时候 我再火山浇油 不是更有意思吗 就算手段再狠了 也不应该以牺牲 无辜者的生命 作为代价 韩耀天的做法 再次踩到了他的底线了 既然要互相撕咬 他不介意斗得凶残一点 逝者生存 看看谁 才能笑到最后 你手里还有火山浇油的筹码 沐飞迟着眉想一想 他知道的一些内幕 他的情报部门也都很清楚 看他这么胜券在握的模样 应该是 还有釜底抽薪的筹码才对 而这个筹码 他的直觉告诉他 不在他的掌控范围 芸汐笑眯着眼点点头 嗯 先卖个关子 暂时不告诉你 你的情报部门要是查到了 那我认输 输了 可要受罚的 不如 咱们来谈谈 惩罚条件 芸汐轻哼了声 哼 你的惩罚左右不过就那几招 我又不怕你 那这次 咱们换点新花样